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妻子黑洛迪亚的缘故 逮捕了若汉 把他囚在监里 因为若汉常给他说 你不可再有这个女人 黑洛德本有意撒打 但害怕群众 因为他们都以若汉为先知 到了黑洛德的生日 黑洛迪亚的女儿在席间跳舞 终越了黑洛德 为此 黑洛德发誓许下 他无论求什么 都要给他 他受了他母亲的说声后 就说 请就地把若汉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 王十分忧郁 但为了誓言和同袭的人 就下令给他 随猜人在尖里 攒了若汉的头 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 给了女孩 也还便拿去给了她的母亲 若汉的门徒前来 领了尸身 埋葬了 然后去报告给耶稣 弟兄姐妹们 今天的福音 记载的是 黑洛德杀害若汉的事 关键的地方是 若汉是先知 又映射出耶稣的命运 虽然若汉和耶稣 都是为传递天上的讯息 但是都已被杀害成为结局 先知被杀害 天主子被杀害 这样的事凸显出什么呢 凸显出人与天的关系 不是很好 黑洛德与黑洛迪亚 共同陷害了若汉 由于若汉曾经告过他们 而得罪了他们 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意愿 迫害了他 由此 我们明白了一个 值得反思的问题 爱天主在万有之上 如果我们爱天主在万有之上 必然会爱天主的使者 特别是天主所派遣的主耶稣基督 爱主超过爱自己 才能真正的传承他的圣言 接纳他 实践他 分享他 虽然每个人都有私欲 却可以自由地分辨和选择 以便找到天主的质疑 与天主的关系不好 原因在于太爱自己 超过了爱天主 这是自私的表现 但只顾自己的享受 忽视了他人的需要 更没有想起爱天主 其实 这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 因着自身的缘故 而夺去他人的生命 这是极端恶劣的行为 表明自身内心世界的自私和黑暗 也深一点 如果父母爱子女 处处为子女作响 把最好的分享给子女 而子女只学会了接受 从不知给予 与人共享 更没有体验过 关心帮助别人 也是一种幸福 最后 心中只会想到 获得更多 有可能会选择 不择手段的得到 弟兄姐妹们 愿我们每个人 都能不断地 认识自己 爱天主在万有之上 并爱人如己 阿们 queenandmea queenandme-GM-G-.c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